剛剛如果你要轉換的話 一個一個轉OK 但是如果你要批示轉的話當然不OK 所以呢 如果我現在假設我要把什麼 把這個score 原來這個score裡面的話全部都是文字 那我的目標是希望把這些文字 有沒有 前後的單引號呢 全部都去掉 並且一樣呢 幫我存到原來的score裡面去 OK 你說老師我不要放原來score 如果我另外再增加一個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可是就多一個變數而已啦 OK 那如果原來的可以 那你就用原來的 就有點像eSale eSale你說老師我另外開一欄 可以啊 你要把你 轉換之後的結果變成 只有一欄 可以啊 你把它轉完之後 選擇性貼上變成直就好了 有沒有 但你要多個動作啦 這個我想 這個怎麼做比較順 你們就用那個方法 那首先的話 第一個你要記得 我剛剛用INT 只能一次轉一個 所以你必須INT 然後後面 加一個刮符之後的話 有沒有 然後呢 記得你不能 因為它裡面總共我算過9個啦 那你不能一次轉9個 你只能一個個轉 所以一個個轉的話 你要指定哪一個的話 那你這邊加一個數字就可以 如果你指定的是0的話 那這個指的是什麼 這個指的是把 這個串列裡面的第1個啦 OK 它從0開始 這個是0嘛 意思就是說你把這個 拉進來 這個資料 然後外面再用INT把它轉換 所以得到的結果應該就84 的一個 數字了 OK 所以把它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得到應該就84的整數 它就前後不會有 單引號 OK 可是問題一次只能轉一個 然後你說老師那我要轉第2個怎麼辦 那第2個的話你就是這邊把它改成1 可是不對 那我總共有9個 那豈不是我要這樣1個慢慢轉 不對啦 所以呢 如果你要P次轉的話 那怎麼做 底下的話 P次 而且是總共有9個 所以P次的話實際上就是重複嘛 所以你就是 4回圈 那假設啦 範圍是哪一個到哪一個 4i in range 所以固定是 也只要是 有範圍式的重複的話 那你就想到4回圈 接下來的話 你就跟他講那個範圍是哪裡 所以range 那個range的話呢 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那個 這個它的那個什麼 索引值 所以它的索引值一定是0嘛 到多少呢 到 你 因為我這邊算過啦 9個 可是你總不可能說 0到10 可是問題是如果將來這個數量 不一定是9個啊 可能10個 可能11個 可能更多 那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你可以用一招 叫len 刮斧之後的話 直接把這個scope的這個串列 直接丟給他就可以 所以你把這個scope 丟到這邊來 那這個len 就算他裡面有幾個啦 所以算完之後應該總共有求 所以得到應該是求啦 所以呢 假設你這邊放個9的話 那剛好0到9 那9的話指的是停下來的位置 所以剛好 不會執行9 而是0到8 0到8剛好 因為9個嘛 數字從0開始 不是從1開始 所以剛好範圍就ok了 所以以後這種寫法 會還蠻常見的 就是你如果要把 這個串列裡面的那個 所有的範圍 把它通通跑過的話 那會用0 0.len 有沒有 然後它裡面的數量 而且甚至 我前面講過啦 0是可以忽略的 所以以後如果你看到別人寫這樣的話 你也不要覺得很奇怪 因為0是可以忽略的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處理一個 串列的整個全部的話 即這樣就ok了 我這邊還要留一下好了 ok 然後 END 那做什麼呢 幫我一個個轉 所以一個個轉怎麼轉 轉的話我剛剛講喔 你可以用INT 或者是EVO 我好像在寫EVO 用EVO好了 然後呢把第幾個 所以第幾個的話就是scope放進來 然後後面的話 中瓜虎就放個I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說 幫我轉換一下 那轉換的話呢 轉第幾個的話 所以它進來第0個 再第1個 一直到第8 可是問題轉完之後呢 總要把它怎麼樣 有個地方放嘛 所以呢 怎麼把它放回去 那很簡單 你轉完之後放哪裡 放哪裡的話呢 記得喔 你可以把這個 寫到前面 等於就可以了 那這個敘述的話 意思說我轉完之後 我也把它放在同一個位置 把它蓋過去就可以了 所以它這個寫法意思說 我先把 這個 比如說我先抓第1個84 我先把這個84這一個 先把它拿過來之後 那我把它用EVO轉型 它變成84 的一個文字 那我就把84的文字 把它寫到 它原來的位置 因為I 它還是0嘛 所以意思這個地方就變84的數字 OK 然後下一個的話呢 就88 一樣喔 轉型又存 所以這個寫法是 轉完之後 存回去原來的地方 轉完之後 又存回原來的地方 OK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意思吧 那如果你說 老師 那這樣文點不太好理解啦 不然你還有一個方法 你另外再增加一個 串列 去放個位 也可以 只是比較麻煩 不然你要再增加一個空的串列 然後轉完之後 再append到那個串列裡面去 也是可以 但是好像沒有 就這樣寫清潔 OK好 那我們寫完 最後完成之後呢 我們最後 把它轉完的結果 再print一次來看看 所以最後把這個 結果喔 記得轉完之後 把這個scope呢 幫我把它怎麼樣 把它print看一下 好 那這個行就可以拿掉了 這樣不用了 OK 所以喔 我spread它 它會變成一個文字的一個串列 OK 那我再利用一個回圈 幫我一個一個取出來之後 轉換成為 那個文字 存回去 OK 那最後我把它print這個結果看看 所以關鍵就是這個啦 我的範圍 然後我轉型完成回去 好 執行看看 如果得到的結果 假如它前後的單引號不見的話 那表示應該是成功 各位可以看到有沒有 print之後的結果 成功了 有沒有 你可以看到 這個print的結果 它會最後看到的就是沒有 前後單引號的 一個資料了 那顯然是已經全部轉換成數字了 好 轉換成數字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要做什麼 把 這個 清單 我們就不用人工輸入了嘛 上個禮拜是一格慢慢輸入 最後 輸入完負一嘛 現在不用了 所以喔 我們直接把上個禮拜的這個程式嘛 上個禮拜我是把它註解掉 我把它打開 OK Ctrl 1 OK 然後呢 其實我已經有使勾了 所以這個 這個不用了 因為這個變成如果在 你再等於空的 它把資料清掉了 所以這個不要 那這個 逐一輸入也不用了 所以我直接 怎麼樣 把 空竄列 跟逐一輸入這一段 Ctrl 1 一樣 把它註解掉 我只要怎麼樣 把 我這個 只夠呢 直接接底下的 底下是什麼 先加總 再平均 有沒有 LEN 然後最後總分平均跟最高最低分就出現了 執行看看 有沒有 這個是我們轉換的結果 然後總共有九位學生 沒問題 用LEN 這邊有LEN 然後總分幾分 總分是 728 平均 取到小准第二位 那最高跟最低用MAX跟MINI 這樣子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總共幾位學生嘛 幾位 九位 那為什麼知道九位 其實就是用LEN算的 所以LEN 有沒有 把它 這個串列給他 得到就9 OK 然後 共幾位 對這邊 就是這個 然後把這個 這個串到這邊來 然後轉型 共九位學生 然後呢 總分幾分 取到小准第二位是 冒號 點2F 有沒有 平均 然後最後最高 的話就MAX 最低就是MINI 有沒有 那這樣的話 就可以得到 上個禮拜 的這個結果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OK 所以剛剛比較重要的應該是 這個 OK 一個回圈 把 資料 逐一取 取出來之後 然後呢 再把它轉型 再存回去 OK 這個很重要 因為將來 只要是串列 一律 都會 搭配 4回圈 所以這個寫法 以後呢 一定會 反覆出現 很重要 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如果 你假設說 對於這樣的寫法 不能理解 我跟你講 你後面 跟 玩不下去了 因為 只要是串列 那通常是串列 因為資料不可能 只有單一個 通常是多個 那多個放哪裡 一定是放串列 那多個的話 一定會有範圍 所以有一個固定範圍 那我要把這些資料 做 做一些 處理的話 那一定會利用 4回圈 所以通常是會寫一個 4i in range 通常是0 然後到它L1n 它總共幾個 不過因為 比較難理解 我覺得 從卡住的地方 應該是 因為它的所影值 都從0開始 這一點我是覺得 對 比較 寫成 就一般人 因為一般人都是從1開始 那你已經根深蒂固 從1開始 突然給它轉個 彎 變成0開始 很多人 就會容易卡住了 不過沒關係 慢慢習慣一下 這個也沒辦法 因為 除非 所以為什麼 Excel這麼受歡迎 因為Excel的編號 絕對不會讓你 從0開始 我覺得Excel這一點 還蠻貼心的 他如果Excel的編號 從0開始 你會覺得 這怎麼那麼難用 真的以前 有一些試算表 還真的從0開始 你看到 你會覺得 這東西怎麼那麼奇怪 跟我們一般直覺不一樣 那沒辦法 因為 我在想說未來的程式語言 會不會從1開始 會不會更 Friendly一點 但目前看起來 好像不太可能 如果沒有變的話 你慢慢習慣一下 他的所影值 一定從 0開始 OK 好 這個可能要 稍微能夠 理解 不過另外 學程師也是這樣 如果你剛開始 還是沒辦法完全理解 不用一直死背 一直死 硬是要理解 有的時候乾脆這樣 你先把它 先把它記一下好了 把它當一個 範本 也可以啦 我發現有些同學學習過 他剛開始完全不能理解 一直鑽你腦間 我說你先 沒關係 你先把它 你開始背起來 算了啦 真的 後來我發現 他一段時間 多寫了之後 他就 他就通了 他剛開始 真的完全不通 一直卡在 某些地方 上面 沒辦法 因為這東西 畢竟跟 人的那個 相容 人腦的相容性 真的太低了 有沒有像回圈這東西 你根本腦袋裡面沒有這種回圈的概念 OK 所以沒關係啦 你想一個方法 但也不要 一直 為難自己 一直 一穿 這樣你會覺得 很討厭 寫程式 你想個方法 反正可以 先把它寫出來 再來 我覺得要熟練 熟了之後 你會覺得 以前會覺得 好像很快 困難理解 突然間好像變簡單了 OK 試試看好了